一场毫无人性的生存游戏即将开始 一间密室 50个陌生人 两分钟内证明自己生存的价值 证明不了 就会被12000伏的高压电电死 地面有个大圆盘 所有人各自站在一个红圈之上 不准碰其他人 也不准走出红圈 红圈周围布满箭头 分别指向周围的人 两分钟投票一次 票多者会被电死拉走 出掌为选择 握拳为确认 看似简单 实则以命相搏 那么这场人性的不义 到底谁才能活到最后 一个小伙率先发话 他建议把票投给上了岁数的老人 毕竟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最终老人还是被投死了 接下来又连续送走几个老人之后 问题出现了 多大才算老 70 60 还是50 现场的大多数中年人开始抗议 这么轮下去 不久就会轮到他们 小伙引发重怒 被直接投了出去 游戏陷入僵局 他们开始自我介绍 有的是夫妻 还有的是情人 看来有不少人都相互认识 一个文身男 引起了一位警察的注意 他有家暴的前科 警察抓过他 警察向众人说出他的劣迹 结果大家都做出了选择 不过 这警察人心不足 搞死一个还嫌不够 他把矛头又指向了一个黑人 搞起了种族歧视 结果 却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这是一场骇人听闻的 考验人性生存游戏 每个人都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 每个人又能被别人决定自己的生死 一个孕妇和一个男人被一束光笼罩 他们被同时选中 两人必须死一个 但没过几秒 大家有些疑惑 为什么死的会是他 黑衣小哥说话了 他刚刚看到男人 将票偷偷投给了孕妇 违反了当初的约定 所以小哥将死票投给了男人 票不能投给自己 那么最终将只有一个人能活 最有可能活下来的 很有可能是这个孕妇 或者一旁的十岁小女孩 因为孕妇和孩子在正常情况下 更应该得到保护 但这不是正常情况下 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生存的机会 这时倒计时结束 小女孩和一个老妇被选中 但小女孩活了下来 接着下一轮到了 这一次有三个人被选中 孕妇 小孩 男人 男人急了 大喊着让孩子和孕妇去死 结果他被踢出局外 接下来每一轮都有人投给孕妇和小孩 但两人都还活着 似乎有人于心不忍 事情陷入尴尬期 这时一个男人提出一个疯狂的想法 问是否有人自愿牺牲 结果还真有一个 一个16岁的小男孩站了出来 与其巧无声息的在心里杀人 倒不如一死了之 这是这个孩子的觉悟 可这时 因为黑人阻止了男孩 替男孩牺牲了 但当黑人牺牲后 大家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男孩 就这样 一句虚伪的话 就换走了少年的生命 大家又把目标投向一个大兵 因为他们觉得 作为士兵 就应该为人民献身 这是什么逻辑 大兵死活不肯 自己打仗刚回来 还没跟家里人团聚 绝不能死在这里 这时 一个大妈说 自己的儿子死了 每天都很绝望 她想就这样平静的死去 牧师安慰大妈 上帝会让你们相见的 结果这话 把一个卷毛惹怒 哪他妈有上帝 糟老头子坏得很 你怎么不上去见他呢 然而 大妈还是走出了红圈 呜呜 游戏来到下一轮 卷毛后一个小女孩被选中 这女孩全程没说过一句话 可就因如此 反而害死了她自己 但卷毛心里清楚 两分钟后的下一轮就不好说了 为了保命 她刻意诋毁身旁的女人 但被人们看出了意图 直接被投死 这群人只能用卑鄙来形容 男人自认为有车有方 个人条件优越 就高人一等 在这场只能活一个人的死亡游戏中 她不停的逼问一个女人 当女人说出 男人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她认为这场游戏 是要找出最该死的那个人 才会结束 女人的行为 她觉得很卑劣 所以投了女人 不过相比而言 男人对他人的肆意审判 更为可恶 他被所有人投了出去 一个男人又说出了一个问题 投票不能投给自己 如果这场游戏注定只能活一人 当最后剩下两个人的时候 那么必须得有个人 自愿牺牲才行啊 就算孕妇和小女孩 最后也只能留一个 说了这么多 男人其实是想先投死这两人 因为这个问题 有的赞成 有的反对 双方争论不休 也慢慢分成了两派 可每轮时间只有两分钟 每两分钟 就会被带走一个人 谁也没有胆量再拖下去 一个老头建议先投死小女孩 但一连投了好几次 都没有成功 双方还各有损失 就在这时 一对夫妇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是他们搞的鬼 每次在投票时 两人就来回换阵型 一会儿投这边 一会儿投那边 面对众人疯狂的质问 二人很快露馅了 他们不是福气 接下来又有四个人 被同时踢出局外 现在只剩下六人 小女孩和假扮妻子的女人 又被选中 不出所料 女人被投死了 然而大家发现 一个男人非常奇怪 从头到尾 一句话也没有说 为何他能活到现在 小哥是一长毛 把他投死 但在动手之际 小哥给孕妇使了一个眼神 让孕妇投了长毛 再则 就是那个一句话 也没有说的男人 这一刻 人数只剩下三个人 小哥自高奋勇 说要自我牺牲 他让孕妇和女孩 选出一个跟他一起走 因为这场游戏 只能活一个 经过再三纠结 女孩做出了选择 谁知反转来了 正当女孩踏出红圈时 小哥一下把票投给了孕妇 导致女孩和孕妇同时出局 原来刚刚的小哥说的自怨牺牲 是在晃点两人 可怜的女孩和孕妇 就这样被卑劣的小哥晃点死 小哥成了幸存者 再次醒来 已经来到了外面 一艘巨大的飞船 在空中漂浮 底下聚集着许多 跟他们一样的幸存者 而他们每个人的内心 是罪恶 是善良 还是卑劣呢 到此 全篇结束 至始至终 电影只有一个场景 但却充分展现了人性的极端 和在面对生存时的不择手段